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進講這些 講過些 今個禮拜有一些我的老友嘉賓 這位就是麗河先生 麗河是電影界、影評界、出版界 都很熟悉的 現在連中小學生的教育界 都知道麗河的 我覺得是對的 小學生、中學生 中學生還沒看 小學生 我在我的頻道 不斷提麗河 幾天前我去導演會改選 看到李尊夫人黎妙孫 文進問你是不是很愛我老公 我經常在我的頻道提提我老公 我不夠你這麼愛你老公 不過我很喜歡麗河的 我曾經說過我去日本旅行的 麗河在那裡讀書 在柯麗朵那些戲院 柯麗朵 在紅燈區裡面 紅燈區我喜歡去 整晚去看電影 去掃完地 收拾完廁所 就來即場翻譯 真是好到不得了 先問細雪從頭 你無端端在香港 就去日本留學讀書 你還寫了一句名叫麗河 那時因為有朋友在日本讀書 在東京讀書 是 他就說東京真是很好玩 過來一起玩 你剛剛中學畢業 中學畢業 做了一兩年 這樣就去吧 香港學了半年日文 接著去到一個叫武藏野景的地方 很遠的 離開新宿很遠的 就讀了一年日文 在大學裡面 讀一年日文 接著就搬去新宿住 北新宿 北新宿住 然後進了法政大學讀書 北新宿就近池代那邊 不是 近大九寶 大九寶 總之就是上面 北新宿 行去江武忌丁 半個小時行到去 那你怎麼叫麗河呢 你寫稿 麗河其實呢 我媽媽就是姓麗的 哦 是姓麗的 這個麗就是梁與生武俠小說 裡面的麗姓藍 那個麗 麗河的麗 如麗神掌 麗必邪 火雲邪神 也是姓麗的 這些磨合小說是姓 是因為是浙江人 所以香港很少這種姓 浙江人 他有這個姓 法政大學也很難考的 不是 很容易考的 即是 你這些學生也進入了 其實那時候 因為考試要付錢 兩萬日圓 我還記得 兩萬日圓報名費 考試費 一間大學 但是我整副身家都得了幾萬日圓 我就考了兩間 穩陣起勤 考兩間 是 一間就是國立 一間就是私立 私立就是法政 哦 國立就不行 考到私立 國立競爭更厲害 我們有些什麼祖稻田 那些都是有名的大學 因為如果多錢 你考多幾間 哦 沒有錢就考兩間 那真是半公讀是一本讀書 半公讀 包括投稿去香港的電影雙周 那些是沒有稿費的 是啊 我們經常都在罵 我都不會罵 我自己個人 是 你什麼時候變成一個 專業的影迷呢 專業影迷就 其實 在日本 因為我是在 五間戲院負責 清潔工作 他是不是送片 要走來走去 不是 清潔工作 他不是送片 沒有知格勢 五間 不是 他是五間在做不同的戲 他們是什麼 那天是一個清潔公司 清潔公司 包了幾間戲院 即是歌舞伎町裡面 就有十幾間戲院 那個廣場全部圍住都是戲院 是的 其中那五間 那個清潔公司包了 就請我們這些留學生去做 因為晚上日本人也不肯做 變成全部都是留學生 我開頭去做 做臭下 我變成老頭 我帶著幾個留學生一起去擦地 所以我擦地很厲害 所以你老婆很幸福 對 擦地是我負責的 因為我看不過眼 擦得這麼差 讓我來 你也是影迷 也是在戲院做清潔公司 順便看戲 你當然就是 很了解日本當時 無論是 邦片 還是洋畫 叫做邦畫和洋畫 邦畫 邦畫就是日本片 對 邦畫就是西片 你也很厲害 很熟悉的 我很熟悉日本 小說都寫了一本出來 邦畫和洋畫 是的 但是我們這個頻道 我們會長 李小龍迷 你去的時候 李小龍已經過世了 但是我知道 李小龍的影響力 在日本 是不是很厲害 是很厲害的 很簡單 你認識一個日本人 例如我有到大學 一些同學 他知道你在香港 第一就是說 Bruce Lee 接著 Jeky Chan 有些女生 女生說 Jeky Chan 女生就是Jeky Chan 男生通常是Bruce Lee 接著 如果是關西 即大阪那邊 就是Mr.Boo Mr.Boo 關西那邊 是很熟的 東京 就不算很熟 因為我們看 周文華回憶錄 就是因為 東影 還是東 東邊 是隱進的 Mr.Boo 我不知道是東影 還是東寶東和 因為 Jeky Chan 就是東寶東和 就是東寶東和 都是大老闆 就說不如帶上Mr.Boo 過去的 很特別的就是 周潤發雄 周潤發雄 是 大概6、8、7年左右 是 因為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 男兒的 玩歌 是的 男兒門的玩歌 他譯了 有那些單張 我們先說 在日本的戲院最好 那些單張 又精美 又不用錢又拿 但他的觀眾層 跟功夫片不同 是的 他們是那些要 就是 叫做 呃 真是 Fashion 的感覺 是那些 Simo 是的 是的 因為 譬如我寫一些古惑仔戲 可不可以寫一些 這樣的 江湖片 其實我是 70年代 中至尾 我很喜歡看一些日本片 是的 五蛇英雄 心作恩義 還有一個 藤田敏伯 是的 這些都是拍那些 黑社會 那我 極速傳說 就偷了藤田敏伯 我的《海燕之奇蹟》 哦 《海燕之奇蹟》 另外有一些古惑仔戲 就沒有人知道 就是有些 很有趣的場面 是 因為有很多黑幫片 是 那我甚至乎 第一部監製的戲 就叫做 苦膽女兒紅 就是《極度之妻子女》 極度之妻 拍了很多集 所以 日本片對我 真是 很深 很大影響 很大影響 經常看你老哥 有些日本影評 甚至乎 我買過 我和一班朋友 買過日本片 回來在 大話戲院發行 是 叫做 《野莫合之哀愁》 哦 哭到七彩 《山本殺夫》 是 是 我認識你那年 還在讀日本英文學 心理也太難了 英文即是怎樣 其實它是 結果是要計算的 是 即是一種理科的東西 又有很多理論 所以太難了 我轉去讀日本文學 即是讀日本文學 不只是 簡單的 評假明 騙假明 當然不是 有方程式計算的 有方程式計算的 即是 後來我的同學 第一次聽到 一路讀 那個同學 他入了IBM 做的 即是 跟一些語言的程式有關 哇 這個真是 那你讀日本文學 日本文學 後來是日本文學 那你去任何書局 去日本系列的 就一定有粗水蜜魚 有粗水蜜魚 那 讀完這些東西回來 那我後來回來香港 我是嘉和認識你 是 我們對於嘉 不是你嘉和認識我 你是日本認識你 推薦我去嘉和的 是嗎 是我推薦 是啊 你推薦我給蔡蘭 是 你忘記了 我忘記了 我經常做一些好事都忘記了 不要放棄心 別人記得就行了 是吧 是 那 因為我是嘉和 蔡先生是我的上司 是 蔡先生的歷史就是 在代表邵氏去日本 做代版 可不可以讀嘉和 當然日本的聯繫 都是他跟 蔡先生日文好 還是你好 那當然他好 因為他韓文也好 是 他福建話也好 英文也好 是大前輩 那 你結了 很成績 你去了 入了嘉和 做這些東西 你是熟的 最重要是縮電影 是 我記得 好像早前跟你聊過 你有說過 你曾經因為是日本的 聯繫 所以梅艷芳去日本拍那套 《何日君在內》 那套不關我的事 但你 宣傳的時候你有去 不是 宣傳我是宣傳燕之球 就是東京國際電影節 是 這個 《旅行的日君在內》 《何日君在內》 好像是第五、六屆 就是我入了嘉和之後 是 去1989年 我應該是 第四屆 85年 第五屆 這是第一屆 這是第一屆 第一屆 是拿著場地 你這個應該 去85年第一屆 你89年 就是第五屆 我們拿著 《殿之球》 在《奇幻電影節》 東京國際電影節 裡面有一個 《Fantastic Festival》 《奇幻電影節》 我們拿了《殿之球》 梅艷芳一起 哥哥有沒有去 哥哥沒有 哥哥生日成人 不放人 梅艷芳一起 記得你說 是很讚賞梅艷芳 因為梅艷芳的電影 我後來也回憶一下 我在Facebook寫了 就是 他遲到大王 跟電影說的一模一樣 遲到大王 在機場 等也不來 但是那一晚 就要 要上台 蘇先生 電影也有 不用怕 上台 他遲些會來 上台 一去到東京 被人來接機 電影公司 即是電影節那邊說 蛤? 主角沒有來? 近藤真艷接了去 我們看完電影就知道 是不是? 沒有來怎麼辦? 他沒有來 彈了 我很緊張 然後我說 不要緊 他已經上機了 下一班機來 是的 差不多開場 有人陪著他來到 上台 是 即是 一上台 那些 掌聲雷動 是的 那邊的人就鬆吵空氣 日本人是很準時的 很準確的 很準時的 你一遲到 他們就會瘋了 即是 我們去拍戲 你遲到他瘋了 你早到他都瘋了 即是我們 借個 餐廳拍戲 一時鐘才會給你 我們十一時到達 已經沒有人做生意 不如給我們十一點 不行 不行 一定不行 一定說 大什麼大什麼 一定一點才行 這個就是日本人的角色 是的 他們是一板一眼 有時就不太懂得變通 就是什麼叫我 不懂得轉薄 是的 那到了 一上台 他一開場 我就先說笑話 是的 說笑話 說是成龍的笑話 用成龍做題 為什麼呢 笑話你一定要人懂才行 是的 你說別人不懂 但是全日本觀眾都懂 我翻譯 他一說一說 我翻譯 翻譯完之後 觀眾得少少少聲 哇 簡直飆冷汗 你翻譯得不好 我翻譯得不好 梅艷芳說 不要緊 你好 再來一次 我說一句 你翻譯一句 我說一句 你翻譯一句 我好 再來一次 然後他說一句 我翻譯一句 他再說一句 我翻譯一句 他再說一句 我翻譯一句 然後就 全場 全場 起哄 因為原來 他笑話是有節奏 當然了 他控制了節奏 這樣就好笑了 我翻譯出來就不好笑 所以 梅艷芳也很照顧你 不會把責任推到你 是的 但是 我翻譯一句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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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都不笑 就大劑 好 幸好 有笑 那幾年 跟嘉和在日本 做了甚麼 具體 你覺得 引以為傲的工作呢 我覺得 最引以為傲 是做了 因為那時 嘉和 想投有線電視的牌照 嗯 他要 整個片庫 整得很充足才行 是 那只港餐片就不夠 就買日本片 哦 買了一堆日本片 他就叫我去選 在東寶的片庫 是 東寶片庫 我選了三十部 那我老闆 Albert Lee 是的 利亞鋒 是的 Albert Lee 他說 他說不夠 這麼少 你選多一點 Albert也是 懂得氣之人 是的 他選多一點 是的 那我 很多選 我選了差不多八九十部 哇 是冰類型的 AV 有沒有選擇 東寶怎麼會出AV 日活先是 日活思念船 東寶不會出的 東寶全部是正路片 黑澤民 黑澤民 松阪慶子那些 火澤之人 那個東映 東映 因為我們不懂分 東映 松竹 東映 東寶 東和 東寶 我們只懂日活 哈哈 東寶就是 孟俠 是 斬虎屠龍劍 黑澤民 嗯 最主要是這些 還有一些 然後其他十集 就很多了 比如藤田敏伯 也有一部 是的 城賴紫稀藍 有一部 嗯 這些全部都是經典 本來不敢選擇那些 因為那些是冷門的 怕藝術那一部 是的 但是 就是 Albert Sigfo 你選擇吧 盡力選擇 那些小樽安二郎 那些是重足的 哦 那山田洋翅呢 重足的 哦 一說 等於在香港你問我 誰是得到的 是的 這個是加和的 就如數加征了 那你做到何時才不做加和 我做到 我離開了 八七之後 做了三年左右 做了三年 哦 90年 90年 開始就 因為90年 開始 周星馳爆發 到90年 1992 全部是周星馳席卷我們的華語電影界 92年 就是由家有喜事 搶底片 到年底一年的結尾 那你做甚麼 做三年 還是家和不做 令有高就 喂 做到差不多 其實家和的工作 雖然那些 選一些片 做就很開心 但是 做翻譯其實壓力很大 是 跟明星做翻譯 沒有甚麼壓力 是 因為明星 他說的話 老實說 不是很重要 甚麼輕鬆一點 風花雪月 說一套電影 但是跟周文懷做翻譯 壓力很大 是 就是傾生意的翻譯 壓力很大 帶你一起去傾生意 也有的 但傾完 我馬上忘記了那種壓力 哦 所以很保密 傾完忘記了 因為是那個時刻 你記得 因為那個壓力很大 全腸都痛了 哦 就是 後來就 對 後來就 都差不多了 都做夠了 那麼 又有少少錢 去了紐約 哦 幾年 去了紐約 本來去 打個圈 打個圈 讀書 幾好 我不可以像你那樣 你這麼多勞訴 你怎麼捨得走 不是 後來我就不是去紐約打個圈 上了大陸打個圈 大陸打到二十幾三十年 是不是 這個就不同的 是 我們經常去看日本片 我自己的感覺 就沒有以前八十年代 即是 那麼娛樂 全部都是文藝片的 少了很多 真的 那個 種類少了很多 感覺 黑道片 黑道也是黑道哀歌 因為日本好像不知 多少年前 北野沒有那種黑道 到 以東星去拍新宿故事 傳播在日本 你有看這部電影 有看 你覺得 是不是真實地呈現呢 都 都挺真實 尤其是 那時 內地 很多人 走了 跌嬰不孕 因為內地經濟還未發達 的時候 走了去 新宿 做 做 古惑仔 是的 譬如爭地盤 發生了很多新聞 有些 Pachinko 我九八年第一次去日本的時候 我見到在公務記錠 整年那一小時 禁止華人進入 我就奇怪 還在精武門年代嗎 怎麼會這樣 原來我問過那些 就是麻雀館 是 就不讓中國人進去 因為他們要出遷 還有Pachinko Pachinko 最離譜 是的 柳丁光男拍那一套 就說Pachinko出籤 就是說華人 柳丁光男 你知不知他拍火葬的 是的 然後我不知道什麼場合 認識他 我介紹給你認識 是的 他Casting過我 原本有在說 華人的戲 叫我去做演員 迪啊 什麼 尊龍 是尊龍 我後來沒有去到 我還記得一路 那些書信網還 說你過來Casting 我想想想 如果我去了 拍柳丁光男 柳丁光男都是屬於 很好的導演 是不是 現在在日本紅了怎麼辦 我們的身材 是不是像日本人 你早就紅了 綠小鳳大家都認識你 綠小鳳已經是96年的色影之作 是不是 真的 但是日本呢 你的朋友引導你去日本讀書 因為對我們香港人來說 80年代的日本真是木迷五色 是不是 就是無論他的色彩 他們的一些偶像 譬如我都做過照片 就是和忠生名賽 就是那些照片 那這些影響呢 其實是影響了我們香港的流行文化 影響很大 我現在的日本雜誌 整個80年代 培養了買日本雜誌的壞習慣 現在倉都有一堆不捨得丟 包括Goro Goro Goro Friday Focus Roseau Scream 寫樂 對你來說應該是很親切的雜誌 Roseau是習英寫的 Roseau現在沒有了 雜誌已經結束了 但問題是 當時 他每一年都選擇十大明星 最初歡迎 成龍是連續拿到很多屆 是的 李小龍也拿到很多屆 李小龍再早點拿到很多屆 再大熱了他當年的拍戲 例如《妙可秀》 也有拿到 是的 是的 那麼 我們香港電影界 最熟日本除了蔡先生之外 就是麗河 麗河就是呂長 她姓呂的 剛才問了她的名字 呂長 呂長 好了 那我 再來找你來的目的 這一集 我們當然是講日本 了解一下多一點你 因為全部 了解一下 由你的後鐘 知道我們的港片 是日本 但是 再來你的身份轉換了 你無緣無故去做出版 是 出版社呢 他現在呢就是教育界 麗河就是做編劇的那個叫做福爾摩斯大偵探呢 出了幾十本的了 長年在 不是編劇的 是小說 小說 小說 但是是漫畫的 就是用漫畫的形式 不是不是 插圖 插圖 插畫形式 但是是小說來的 小說來的 就是 就是二零一百年度 因為要新版的 要更新版的 台北 泰國 全世界都已經出版了 主要是亞洲 主要是亞洲 亞洲區 但是 那批書現在是倉地 現在 因為兩三年 都不能出外 又不能做研究 就是人文說的叫全滅 全滅 全部滅亡 臥帶 臥帶 掛了 掛了 一個月可能會賣到 不知為何會賣到一兩本 那些我們其實奉獻不少 是啊 我們每次出門都要買一本 你臨上機 不如去大阪 大阪 醉生紫蘭 買一本大阪 因為證文社 就出得最好 真的 不是說有 我也有膽說 真的出得最好 品牌保證 大家如果有買過 旅遊書都知道 現在 就要 轉型做出版 做得很成功 成功到 每一年的書展 我都去探望你 所以我們 今集 《麗河與日本》 《香港電影在日本》 我們就告一段落 好 然後我們休息一下 喝杯水 說說書展 因為書展我們有任務 接下來就書展 好 多謝 多謝 分享了一些日本的資訊 好 文進講這些講那些 都有一些商業價值 因為受黎文卓所託 書展期間 他老哥有一些絞作 因為他那本幕後故事 固自然是書展七節優惠 另外他會買這本書 送去另一經典作品 《香港三字經傳集》 他自己會親身簽名 他的簽書時間是七月夜二、夜三 由晚上七點至九點 有些是下午到三點至五點 總之夜三、夜四都在 他的攤位就是在 這個 1B D28 叫做藍藍的天 這個就是 跟阿黎 你給我的任務完成了 第二個彩蛋 大家不要怪我 因為我老友多 還有在書展期間 有很多值得去的活動 我有個老友 一個詩仁毅 我們可以介紹他那本 《港曼回憶錄》 他有個風林文化 就是由他太太 其實是阿銀康先生的契女 創辦了 今年他們的書 在一個叫做 《泛華攤位》有售 最重要是要去光顧 阿銀康有一本叫 《銀康老香港日記》 是由蔡蘭先生寫罪的 另外 就有一本書叫做 《大貓子小王子》 可能是想學阿麗何一樣 專攻小朋友的市場 這本書 就是講一隻貓 王子學做人的故事 另外還有一本書 作者叫做《百無禁記》 他那本書的全校 聽說賣到斷市 在這個書展裡面有 好了 大家記住 抽時間 在這個20號至26號 去一下礦書展 對的書去光顧一下